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剛下班又餓又累的 吃來吃去就那幾樣 想到吃就頭痛 好香的烤肉味 而且 這烤肉味中隱隱帶有著 黯然又銷魂的味道 本來肚子已經很餓了 還火上加油 我們趕快去瞧瞧 這麼吸引人的香味 是怎麼烤出來的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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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 我可以称呼你 蛋頭嗎 天爺 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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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一個可以喝一點小酒啊 然後吃點東西 然後交個朋友的一個很放鬆的地方嘛 沒錯 然後就這麼簡單的一個想法 就開了這間店 嗯 算得也是 哇哦 那你們這間店呢 有沒有什麼比較不一樣的特色 跟外面一般的店不一樣 就啤酒最特別 你家的啤酒 我剛剛有看到你們家的酒類啊 跟外面的好像也都不太一樣 很多比較特別的款 好像一般外面示範都看不到耶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那個 有一些Untape 就是一些生啤酒 那生啤酒的話 因為我覺得要支持台灣在地精神 所以我們有四種是台灣的生啤酒 台灣自己有做生啤酒了 有 其實台灣有很多小酒廠很厲害 只是因為 第一個 大家政府不鼓勵大家飲酒 可是其實飲酒的話其實 不是太差的一個事情 只要喝多就好了 對 不要喝過頭 其實什麼東西過頭都不好 當然當然 對啊 聽說你們這邊的那個肉都是很新鮮 就是所謂的小鮮肉 就還蠻新鮮的 當天 當天都是當天的那個進來的食材 通常我們當天來以後 然後就馬上處理完 你就會冷凍或冷凍一下 可以喝看看一下自家的啤酒 喔 我很常喝 很啊 我剛剛有看到 所以你口渴的時候都是直接拿啤酒 當然是這個 這個解渴的飲品就對了 對 所以你可以謙卑不醉囉 沒有沒有沒有 我還是會醉 因為這個啤酒喝起來的味道好像跟外面世界上比較不太一樣 對啊 然後像你今天喝的這個是 那個Hardcore的IAPP IAPPA 它其實 它是在一個 要不然應該這樣講英文嗎 對 Hardcore 好 然後呢 幫我們多介紹一下 這啤酒有什麼比較 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它原本是一個自釀的 其實台灣現在很多人在自己釀啤酒 喔 真的嗎 對 然後自己釀啤酒 釀出一些 就釀出一些很好喝的酒 然後它開始就轉做一些商業化 所以就開始就是變成 就是精釀啤酒 所以你就是到處去發覺台灣好喝的啤酒 然後把它帶給我們這個投遠的鄉親朋友們 算是 對 也是讓他們願意出酒多 好 當然啦 老闆看你那個樣子 就是也是小鮮肉 哈哈哈 小鮮肉就是可以去吸引到很多這個很棒的這個酒場 跟酒場 然後可以提供給這個店呢 很棒很棒的酒 然後還有非常好吃 非常新鮮的食材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很多民眾可以一起來到這個地方 好好做這個品牌 好 那就麻煩我們蛋頭先來幫我們介紹今天 這個第一道這個是什麼 菜色呢 牛肉串 牛肉串 聽起來非常虎狂 沒有啦 沒錯 沒有這樣說 可是吃起來不錯 好啦 那我就直接來吃吃看看 我聽說這是這個店裡的招牌 那老闆你講一下它的變化好了 哪一個 你可以介紹一下這個牛肉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牛肉是手工斷筋的 就是直接把筋直接壓斷 可是如果是熱熱吃的時候是裡面會有汁 咬起來比較香 對啊 欸老闆你這真的沒有放嫩筋嗎 完全沒有啊 這個完全就是非常放到口中 其實咬一咬它有那個牛肉的那個嚼勁在 但是還是可以非常輕易的就把它就是吞到口 不會就是那種 那種感覺 對啊 我們通常會有其實這種調味 就我剛試試原味的部分 就對一點點比較偏原味 然後其實有些人喜歡加一些七味粉啊辣椒啊 或是孜然或是鹽巴 就可以讓這個肉呢有更多不一樣的這個風味啊 再來是 其實這一種這些這些變成菜像四季豆瓣挺辣 像我們自己的調味是自己創的 雖然就跟外面不一樣 它有12種調味混合出來的 所以 然後有些人會吃起來 你說它裡面的那個調味的粉 對有些人吃起來比較甜 有些人吃起來比較辣 就是要看每個人的這個心情嗎 還是味覺 其實每個人味覺其實真的都不一樣 喔真的喔 是這個店裡招牌的這個烤的甜不辣 然後上面這個調味粉的也是老闆就是 獨家秘方偷偷偷撒 我要來試試看看 不會很很鹹 而且其實單吃我覺得也蠻好吃的 而且我覺得很多東西都不會說很油膩 然後這個東西你感覺出來它是很很紮實 然後真材實料那種感覺 然後四季豆呢 因為一般外面的這個串調店都有四季豆 所以現在老闆四季豆也很厲害 比較特別是因為我們沒有油炸 沒有什麼炸 我們沒有油炸 喔但是就是直接剩下去好 對難怪我覺得你們家的東西吃起來都 非常的清爽 對 欸老闆你這個旁邊那個 煙起來齁 對啊對啊 專業專業 這個有那種家裡面的那種感覺 然後吃起來就是其實它就是非常的 嗯 原始的那個味道 就是 這個四季豆上面加一點點這個調味 然後非常的 我覺得在吃烤肉的時候 吃點青菜也是可以幫助這個消化 也是很棒的 可以吃一個啊 好 那下一道呢 哇 這也是在燒烤店裡面必點的 下一道是 柱花和雞翅 柱花 我跟你講這你開烤肉店啊 這兩樣東西烤的好不好就知道這間店力不厲害了 你說這個是豬的 柱花肉 柱花肉 然後它其實柱花多以台灣有分幾mm 就是有油的部分有多厚的漢薄的 然後這個是台灣豬 所以最好的比例是 不一定欸 看你用的你要做的口感 哦 所以我們家這都是你們家自己獨家的黃金餅 然後它有做一個簡單的調味嗎 對 通常我們是加 加 鹽那個 胡椒鹽 哦就這樣子非常單純 對就是胡椒鹽 所以那這個食材要非常的新鮮才 會比較不會有豬臭的 當然當然 豬稍味 那我就來幫那個現場的這個 幫這個觀眾朋友做這個 檢定一下 來試看看這個台灣豬吃起來的口感是怎麼樣 你這個牛肉的話 吃起來不會覺得很膩 可是它會讓那個 就是會有那種優質的 那個香味在嘴巴裡面 就是一直的 真的回味 今天的不管是白豬肉或是黑豬肉 其實我覺得今天的這個料理都非常好吃 因為它就是非常單純的這個豬肉的原味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試的是這個雞翅的部分 老闆你也可以起來 真的假的 乾 不用客氣 來乾杯 這雞翅也是做最單純的調味而已 對 這是作家玫瑰眼 哇真的 欸這個真的 我跟你講這一定要很新鮮 你等不及 我還沒講完 他就開始吃了 可見老闆對自己家的產品 非常的新歡 對 因為外面很多雞翅 他喜歡刷很多很多的醬 就是會蓋過那個肉的原味 那我們今天就來試看看 老闆的這個烤雞翅是什麼樣的味道 嗯 這個肉呢其實吃起來也是蠻 也是蠻嫩 但是它也是都還有帶一點點這個嚼勁 而且我跟你講 加上這個雞的這個皮啊 然後它烤得有點這樣子酥酥的 所以帶著那個油香啊 其實我覺得吃起來非常的舒服 喝啤酒就是一樣要配一些好吃的啊 登登 這個鵝啊 把我們好好來介紹一下好了 因為我們鵝啊是 就冬時直接低溫送上來的 每天嗎 就大概是兩天啦 哇 因為我們兩間店在分配 所以通常兩天以內一定會賣吧 哇而且 可是我發現你們家的這個是鵝啊 就是它的大小不是說到外面這樣非常的大 所以會選這個這個大小是最剛好嗎 吃起來那個味 因為我覺得鵝啊我很怕會有海鮮的那種腥味啊 因為其實它鵝啊它大小 跟它裡面的肉的大小不一定是熟 喔真的喔 哇今天來這邊也算是上一刻 這個是 欸它只有稍微微微烤過 然後就讓它打開就對了 欸老闆你都不會幫女生服務一下 老闆真的非常不介心 對 不好意思 沒有關係 哇 你看 你有看到嗎 這裡要好好讓鏡頭看一下 超級肥的這個鵝啊 然後這邊呢其實 也沒有做過多的調味 老闆你那樣就是單純的烤一烤而已嗎 喔對阿 就這樣子 讓你就是淋上一點點的這個 新鮮的這個檸檬汁 欸老闆你也來一個嗎 好 對啊 吃這個可以補身體耶 好 你帶我了齁 嗯 帶我上來要給它吃起來 好 欸 老闆你每次都不等我 好 我動作可能要加快一點 不然這個可能很快就被老闆吃了 那我們擠上一點點這個新鮮的檸檬汁 做一個簡單的調味 就這樣子什麼都沒有 那我們就來吃看看這個 這個非常好吃新鮮的東石的蚵仔囉 嗯 嗯 我覺得呢 海鮮的東西新鮮就真的很重要 我敢發誓 一點點那個海鮮的腥味都沒有 而且會讓人家真的忍不住一口吃一口 哇你看看它裡面這個湯汁 湯汁可以喝 老闆不要說對你不好 來我去抱一下 來來來來 你看看這個超級肥的耶 果然不是說大顆 它裡面這個肉就可以非常的這個大 像我剛剛挑這個桿 我看 我跟它優秀一點 就像它裡面這麼肥美 然後我剛剛加一點這個檸檬汁 就是做一個非常簡單的調味 可以吃到食材最新鮮的味道 這蚵仔真的非常好吃齁 完全的都沒有這個 奇怪的蚵仔味 老闆換你講換我吃 蛤就還創 你老婆交代我要讓你多吃幾顆 很可憐 再搭配一口這個啤酒 人生不過就是如此而已嘛 老闆也要不要好好來幫我們推薦一下 然後要求我們的這個 觀眾朋友呢就是 趕快來到我們這個店 然後一起用美食 用這個最好的啤酒一起來交朋友 老闆其實很勾意 他不方便出來 但是老闆用他這個最真誠的心 然後準備最好的啤酒 以及我們最好吃的食材呢 然後 來要跟大家呢 好好地來交個朋友 老闆來一起乾杯啦 你好好 你又要乾杯囉 我一樣隨意 想要吃好吃的串燒和特別的啤酒喔 一定要記得來到我們桃園的高砂串堂 當然呢這邊有非常特別的這個啤酒喔 還有非常好吃的串燒以外 當然這邊一定要切記啦 開車不喝酒 如果喝酒不開車 如果你要喝酒就不要開車 如果已經喝酒就不要開車 如果已經喝酒就不要開車 如果你要喝酒就不要開車來 反正總的意思就是安全最重要 那今天也謝謝我們的帥氣的老闆 我們的蛋頭 記得要來找蛋頭喝這個好喝的啤酒 老闆一飲一杯吧 你乾杯我再一次隨意 喔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